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庄 就是在郑成功时期开创出来的 这一天是村民共同信奉的 戴天府王爷的生日 雨中的布袋戏 是专门演给庙里的神明看的 我们的祖先 从明末庆祝的时候 从登山移民过来 对随着电信公 到台 过来台湾 定义在这个所在 据我们老一辈的人讲是 移民到这边啃植 他们在那边 本来就有 就有供奉这个神明 他们移民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顺便将这个神明 一道请过来这边 一个是当为这个信仰 一个是当为精神的寄托 为神灵的生日聚集联欢 这是开庄丽庙后行程的习俗 几百年延续至今 正往金明登陆祭殿碑 每年农历三月十一 饱生大地诞辰的日子 台南雪甲都要举行上白礁 夜祖祭典 现在每年的那个雪甲厨祭公的 农历三月十一号 就是在那边摇脸祭拜大陆 雪甲摇记的是这座庙宇 这是供奉宝生大地的 白礁祠祭公祖庙 祖庙所在的福建 龙海 白礁村 当年有三百多名青壮年 跟随正成功东征台湾 其中一人名叫李胜 立成当时去到地心宫 这个军队也要来台湾 为了堵害 平安 所以立成这个家人 在我们祖庙 就是我们这座庙宇宝安官 白礁祖庙 请我们开去台湾 请到我们台湾 客家 后来雪甲盖了慈济宫 以供奉李胜从祖庙请来的 宝生二大帝 我们的老座李姓 李姓我的老座 他是在1661年 专门的帝星宫 帝星宫他的牛超官 他的先锋部队牛超官 来到客家的逃争了 李胜追随的那位 郑成功的梁草官 叫陈一贵 他的身份很特殊 据说是郑成功的姑丈 开帝书座 担一贵 那些东西 担任帝星宫的温柳官 哇 那个我们第一代祖马 正式戏良 是郑成功的亲姑姑 一共加建十三口 从那个金门 经过平衡府到台湾 在这边建立家园 住号有一个名称叫做中桌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 陈一贵和李胜的军队 留在了台南雪甲 陈一贵的后人 同样知返夜貌 以后的京孫 就会往北台南 高雄 前面到台湾 北部的时候都家义 台中台北 我们就专心 第二京孫做完 中桌地区 差不多两三千人 台南雪甲 古老的宋江镇 跳跃腾挪 虎虎声威 他们或许是 三百五十多年前 留在雪甲中桌的 那些民政军人的后裔 祖先勇猛的性格 在这种阵列中得以彰显 从军队开发 然后到朝银 普通的平民 到台湾去开发 到台湾去过火 它的客观效果就是 引起了台湾土地开发 就是闽南人的进入台湾 过台湾 以后的所谓的 这个大规模的唐山过台湾 是它一个前奏 在郑成功的大军 饱受饥饿与疾病之苦的时候 荷兰的增援舰队 却来到了台湾 越南这城得到了充分补给 城内的荷兰人 欢呼雀跃 士气大震 郑成功再次面临危机 他必须把荷兰援军打跑 否则不堪设想 空着肚皮的正军 与荷兰军队再次交锋 这就是9月16日的 台江内海海战 回忆和热兰遮城内 所有的荷兰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见荷兰增援舰队的战船 被打中了 着火了 而吃了败仗的那些荷兰援军 竟然就扔下热兰遮城 驾船逃离了台湾 而郑成功也不能再久等下去了 他开始部署 对热兰遮城的总宫 就在这个时节 1661年农历10月初三 蜻蜓以通海 也就是私通郑成功的罪名 将在北京的郑之龙 及其子孙家眷11人 满门巢斩 郑成功是在来年正月 才得知这个噩耗的 他顿足辟勇 望北而哭 终夜悲好 不能自语 在台湾的郑成功是全军 全部人都穿上白色的稿束 然后帮他爸爸 这样子送他一行 郑成功兑现了17年前 与父亲决裂时的那个承诺 全军搞束 这应该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场 规模浩大的祭典 郑之龙在他当年开机立业的台湾上 享受到他的不孝之子 献给他的这份孝心和哀容 九泉之下 不知会有怎样的酸楚 与感慨 台南安平的这片墓地 当年叫乌特勒之高地 主有一个荷兰军事堡垒 称为乌特勒之堡 他居高临下 守卫着热兰浙城 根据一个投降的中式的建议 郑成功对热兰浙城的总工 将以这个乌特勒之堡为主攻目标 从厦门运到的30门重炮 由南北东三个方位摆下炮阵 围城九个月 决定台湾命运的热兰浙城攻防战 打响了 1662年1月25日凌晨 郑成功下令开炮 30门大炮向乌特勒之堡 和热兰浙城猛烈轰击 一天之内发出2500发炮弹 其中1700发左右 打向乌特勒之堡 几乎将那里移为平地 热兰浙城守军的士气 被彻底击垮了 荷兰人终于明白 除了离开台湾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1662年2月1日 郑和双方终于签订了 《地和条约》 和约的第一条是 双方都要忘记仇恨 郑成功他答应荷兰人 一个是允许他们把珍宝不惜之屋 带着第二史让这些荷兰人敲锣打鼓 吹着喇叭很体愿地从台湾扯着 在300多年前就有那种绅士风度 非常地尖方 郑成功在心目中主要是要来收回土地 地当归我 就是完成了这个郑成功的说验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个行事完整的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条约 同时也是近代中国 在国际上含有的胜利表征 和约留下的这个署名 标明郑成功是以 明朝朝讨大将军国姓的身份 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 开辟金针竹和仪 十年始刻赴先机 但仅仅四个月后 他却突然离世 享年38岁 清康熙38年 西元1699年 他的灵鹫经康熙皇帝下诏同意 由台南千藏福建南安的正式祖坟 墓碑上仅有他祖父和祖母的名字 五世和七世 是他的父亲郑之龙 其长子郑金 他的名字仅用六世孙替代 他不会想到 在他死后 竟渐渐成为台湾本土性的一个神明 正成功可以讲是 本地的一个特别的神明 他是台湾本地成神的 现在台湾大概有130几天 拜正成功的庙 在台湾本岛设置行政周线 是从正成功之后开始 而且所开辟的银盘村落 这个立庙社庄也形成了台湾的囤屯社会 接续后来的这个清朝的统治 大批的移民随着这个移民路线 开发了台湾 所以台湾的人把它称为是开山王 开台圣王 或开台尊王 民间 官方 台湾 大陆 欧洲 亚洲 数百年来 正成功的形象 被赋予多种多样的造型 色彩和意义 这大约又是他生前 所无法想象的 而民族英雄这一称谓 代表了中国人对他的共识 当他在台湾 留下自己这张标准画像时 他更不会想到 他是他那个时代 唯一击败了在全球所向披靡的 欧洲海上霸权势力 扭转了远东海洋格局的中国人 河南人在远东最大的贸易链 被我们正能工拦腰打断 那以后他再不可能北上 不能在我们远东的海衣 控制海泉 那么这个远东平静以后 那么才有我们的康田盛世 一个人物能使那么大的面积 也可以说远东的机制 发生变化 让他平静两百年 他了不起就在这里 他被评价为 四季四季 国际的海上大英雄 1662年2月9日 魁伊率领2000名荷兰人 离开热兰浙城 登上前往巴达维亚的船只 荷兰在台湾38年的统治 结束了 登上甲板的菲利普梅 远远看到国姓爷 轻率几个武装士兵 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之碉堡 向脚城的后方骑马下来 进入热兰浙城堡里面 此后 郑成功都住在这里 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四个多月时光 1624年 荷兰占据台湾 郑成功诞生 1662年 荷兰被逐出台湾 郑成功逝世 莫非是一种天意吗 似乎他专为这座岛屿而降生 使命结束了 生命也随之而去